欢迎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来关注彰化发生了 机车撞上夜市油锅的意外 一个妈妈载女儿去逛夜市 妈妈靠边准备要停车时 因为还没有熄火 疑似是站在踏垫上的四岁女儿 下车时却碰到了机车把手 结果误催油门 连人带车往前冲 撞上了排骨酥油垫的油锅 热油喷溅造成两人受伤 晚上九点多 女子骑车载着两个孩子要去塞压漆 后座乘客先下车 妈妈在往前停机车 但突然机车爆冲 往前撞上了夜市卖排骨酥的炸锅 瞬间锅倒油溅出 机车上一名四岁女童跟摊翻业者 其实三岁的妇人手脚被油烫伤了 意外地点在彰化西湖大工夜市 端午节前一晚逛夜市人潮多 不少人听到了撞击声响 冲过去查看 有人打意已久 有人高喊赶快帮伤者冲水降温 但意外怎么发生的 原来女骑士靠边准备停车时还没熄火 疑似站在踏垫上的四岁女儿下车时碰到机车把手 勿催油门结果连人带车往前冲撞上排骨酥油锅 热油喷溅两人受伤 辖区警方则要等骑士的女儿出院后 再对他们笔录确认肇事原因 TVBS新闻陈志中张华采访报道 这起起故发生在张华西湖的大工夜市 这个妈妈违规让女儿站在踏板上 造成了误触油门往前冲 而撞到油锅的烫伤意外 不过幸好妈妈有投保强制险跟第三责任险 可以申请理赔孩子的医药费 还有摊贩的损失 救护车上小女童一直喊 妈妈好痛好痛嚎啕大哭 一旁妈妈好心疼不断安慰她 女童受惊吓一直哭喊不要去医院 四岁小女童左小腿有3%三度烧烫伤 还有另外一名受伤的摊贩 73岁婆婆左手右脚都是7%一度烧烫伤 阿婆在彰化西湖大公夜市卖排骨酥 回乡喜21号晚间依旧心有余悸 当时女童妈妈是骑车带着两个孩子 回花坛娘家逛夜市的路上 孩子一个坐在后面 而四岁女儿则站在机车脚踏店 明显违规 你现在有在医院看她吗 她坐院了 妈妈与带哽咽十分自责 年幼的女儿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事发过后先住院观察伤势 自己的女儿坐在前面造成的这个伤害 强制险里面这个医疗也都会理赔 造成老板娘的受伤还有营业损失 如果她有保第三责任险 然后还有这个财损的部分的话 那对方老板娘的受伤损失这个都可以理赔 女童妈妈有按照规定投保机车强制险 也有投保第三责任险 所以女童虽然违规站在机车踏板 但也算机车上乘客可以申请理赔 不过大公夜市这块土地 疑似违规没有申请使用 目前我们现在的夜市 那目前她的土地使用 她都是没有符合土地使用的规定 目前县府还在沿逆摊犯设立规定 如果有接获相关检举 则是会透过联合机查 确认是否有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况 并且对土地所有权人或是使用人 开罚六到三十万元 其余北新闻时日中理财引章话场报道 宜兰发生公案意外 一名工人执行吊车吊挂作业 疑似因为上头的钢梁重量过重 导致吊车重心偏移 轮子翘起工厂当场被重压 长期公尺重达六百公斤的限高钢梁 悬挂在半空中 怎料疑似重心偏移 左方的吊车前轮翘起 钢梁硬身杂落 现场四五名工作人员冲上前 希望能赶紧扶正 因为一名诚信工人 就被青岛的车辆给压住 尽管其他人费力想救出 但工人脱空后送医人伤重不治 重回事发现场 宜兰武杰乡西兵路三段寒洞口 上方有铁路经过 这名四十八年次 今年六十四岁的工人 二十一号下午四点多到场执勤 家属质疑车辆调派有问题 会出动这么小的车辆 导致重量失衡 加上这天诚信工人 其实才从台东出差回来 又急忙被调到现场支援 家属认为明显工时过场 劳动部已经派员前往机查 第一时间调查证照都是合格的 但疑似为了赶时间不阻挡用路人 操作或是机械状况 还需要进一步理清 出门工作却再也回不了家 身为家属内心着急 癌痛之余更想讨个真相 悲剧别再重演 国际焦点来关注全球 现在都很注意的这件事情 铁拿尼号观光潜艇 泰坦号的搜救行动 因为根据估算 在台湾时间今晚七点钟 这潜艇里头的氧气 就已经全数耗尽了 而观光艇店的富豪 恐怕凶多吉少 泰坦号潜水器搜救 黄金时间最后倒数 到台湾时间周四 晚间七点 氧气就会彻底耗尽 失踪的五个人 就会缺氧窒息 美军前核潜舰指挥官悲观认为 他们的存活率只剩1% 目前搜救范围超过 两万平方公里 还是找不到潜水器的确切位置 研判恐怕沉入近 4000公尺深的海床上 相当于7.5座台北101 或是41座自由女神像的高度 能够达到这个深度的救难船 非常稀少 而且要找只有 箱型车大小的潜水器 无疑是大海捞针 为了对抗足以粉碎人骨的水压 潜水器用17颗螺栓 紧命封死内舱 一旦出了意外 如同深海棺材 乘客没有任何逃生方式 只能等待救援打捞 从外面开启封舱 至于前一天传出水底声纳 每半小时 侦测到有规律的声响 一度以为是失踪者的求救讯号 但是靠着听声变味 最后人毫无斩获 专家说要做好最坏打算 潜水器就算没有内爆解体 随着舱内的氧气耗尽 失踪五人 平安生还的希望 恐怕也跟着石沉大海 现在包括法国跟加拿大派出了两艘遥控机器人 已经潜入深海搜寻 虽然过去有过成功打捞潜艇的案例 可是都没有这么的深过 所以这次的难度是相当高的 尤其潜艇使用的材料 也曾经有安全疑虑 亲密机具空运抵达美加东岸 面对茫茫大海不放过任何希望 海空两路出动 一度有11艘船 同时海面搜寻 难度就在不止搜寻范围 将近五分之四个台湾大小 而且可能受困水域超过3000公尺深 这并不是史上第一次深海打捞救援 1939年美军船舰沉船26死33生还 2000年俄罗斯潜舰在北冰洋爆炸下沉 舰上118人全数身亡 不过50年前有过成功案例 1973年双鱼座三号潜艇 在英国外海失踪 被拉上水面时 氧气存量只剩12分钟可用 两位船员精险生还 但比较起来 泰坦号救援更困难了 The Pisces was located quickly 120 miles offshore The Titan is still missing more than 400 miles from land The Pisces had steady communications No one has spoken with the Titan since it vanished The Titan is in much deeper water 打捞泰坦号最大敌人 其实还是时间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五位乘客的下场 照推估 舱的氧气已经耗尽 而现在也有检讨声音 泰坦号是不是太过简陋 导致每回下潜都在玩命 小小空间之外 配备也相当单纯 而泰坦号和水面母船的通讯 只靠每15分钟 特殊简讯系统联络 船体简单 自救机制也不多 但让人想不透的是 潜水器为什么没浮出水面 因此就有猜测 泰坦号是否早已解体 其实这次跟着下潜的 海洋之门执行长 以前就曾经被乘客质疑 潜艇不够安全 2018年海上科技学会也警告过 泰坦合金船壳不够可靠 原来连自家员工都曾经看不下去离职 五条人民生死未卜 过往争议也再度浮上台面 第一月新闻最后报道 国家焦点另外还有就是俄乌战争了 乌军现在反攻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慢 主要原因是 俄军已经在20万平方公里内 埋下大量的地雷 所以乌军的进攻必须要步步为营 而乌克兰总理晚间坦承 大反攻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就怕还有俄罗斯残兵 二话不说 先往里面扫射 没想到逃走的俄国士兵还在附近 回过头开始猛烈 开枪突击 有弟兄在前面压制 后面士兵安心搜刮这条战壕 结果 队友赶紧过来查看 迅速帮忙包扎 好在只是被弹片小小波及 没大碍 用幽默化解紧张 稍稍喘息 接着继续拿枪奋战 这段乌军第三突击率 在巴赫姆特附近的实际战况 基本上就是乌克兰大反攻的缩影 乌军在各地前线持续推进 同时不断遭到俄军强烈反击 尽管有进展 但随时都会被敌方炮轰 刚上线前三天的士兵还是没办法习惯 CNN记者这回就亲自跟着这些乌克兰军队 进驻他们在顿内刺客地区 才刚收复不久的村庄 叫涅斯库齐涅村 一排排刚送来的美国制炮弹 乌军士兵忙着堆放在当地的屋内 这里战时成了第三十五陆战旅的据点 要从这给俄军施压 听完指挥官给的坐标 对准破级炮瞄准角度 准备就绪向更前线大约四公里远的敌军射炮 不知乌冬乌南沙布鲁热也有明显进展 乌克兰释出一段轰炸影片表示 他们过去一天在当地塔夫里亚村 摧毁了俄军三个连 然而这一波反攻已经两个多礼拜 推进速度却似乎慢了下来 川洛斯基强调反攻不是立即就成效 而且他还说俄军在乌克兰 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内 布设了大量的地雷 要叫士兵前进实在太危险 因此现在几乎都只能且战且走 不过根据这位乌军第三十机械化旅指挥官透露 俄罗斯的战术似乎在改变 因为原本在队内刺客南部的不少俄军 目前正慢慢北上汇集到巴赫姆特 不过乌军似乎也还没有出权力 现在英国预计还会培训出 一共大约三万名乌克兰志愿军人 女兵也来报道 乌克兰女兵安杰利卡说 她亲友被二军杀害后决定投身军旅 但她也特别强调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女性参战 就是无法再容忍俄罗斯对自己家园的摧残 乌克兰总理最近就播出了这段影片 内容是要提醒乌克兰人团结重建家园 并且秀出了不少俄军狂轰猛炸后留下的誓容 而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阿拉伯电视台记者最近就深入来到近期 乌克兰收复的乌东城市阿夫迪夫卡 车开过去一栋一栋建筑残破不堪 大楼同样淡和雷雷的景象 在乌南的赫尔松也四处看得见 民众无奈还是无奈 在乌军还未能彻底赶走俄军前 各地城市只能不断沦为战火牺牲品 TVBS新闻做不懂 而俄罗斯则是宣称他们有效阻挡乌军的反攻 还动用了萨尔防空系统 那么拦截乌军的炮袭 总统普京受访的时候还罕见提到战况 他说乌军因为损失惨重 大反攻的脚步已经放缓 一连被夺回好几座村庄后 俄罗斯也公布战壕中作战影片 俄国士兵边移动边开枪 声称战斗位置就在盾内刺客 前线地带 俄军也自认在空中防御 坐倒滴水不漏 用道尔M1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乌军的炮袭 只是更多时候 俄军继续拿防空飞弹攻击乌克兰 周三就对炸波罗热以南的地区 发射S300飞弹还炸出巨大弹坑 摧毁当地一处炼油场土地 同天乌东波克罗夫斯克居民 也经历恐怖夜晚 摸黑逃离恶军攻击 炸弹飞落后 窗子出现了 窗子转发了 她们在家里 幸好这次袭击没有直接正中灵窄 但还是有老人家脸部鲜血直流 惊魂未定 甚至得靠手电筒照明处理伤口 停电之外 乌东居民正烦恼用水的问题 得靠工作人员送水才能过生活 但就连取水的过程 也得小心炮弹来洗 由于炮火声越靠越近 一群人为了安全起见 又躲回防空洞 究竟前线战况如何 俄罗斯总统普钦罕见受访 说分明 不过恐怕是报喜不报忧 俄军夸口毁掉乌军245辆坦克 装甲车678辆 只是这个说法瓦格纳领袖并不认同 他已点名被乌军收复的地点 不愿示弱的普钦又搬出核武威胁 强下要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 萨尔马特洲际飞弹 只是这样的威胁 普钦已经说过好几次 我们知道萨尔马特是200吨级的 洲际战略弹道导弹 很显然这样的大型装备 不是用来对付乌克兰的 那么俄罗斯人的这番话 到底背后是什么意思 说这番话肯定还是给美国和北约去听的 意思也就是告诉他 你要控制住乌克兰的行动 俄罗斯周四还通报 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 暴风之影巡异飞弹袭击 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桥梁 画面显示桥面受损 但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给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